明星公司的宣誓 好 大家好 我是吳豐瑋 今天在台空間 很高興可以看到各位 這麼多熱情來參加 我們今天探討 九月爭執的背後憲政的爭議 我們取的題目就是 其實整個九月爭執 其實在爭鬥的兩兆 可能是很常的關聯 就是政治鬥爭 不然說這是一個政治鬥爭的問題 這不是政治鬥爭的問題 很多人這個理解不一樣 但不管如何 不管這個事實是什麼 覺得這個事實認定 可能有可能 不可能要回到司法的牆去認定 不是某一方說了就算數了 那我們今天 我們這一群公民 我們怎麼看待這種事情 除了要求我們的司法程序去公正之外 我們可以從一個憲政的高度去理解這個問題 今天很高興邀請兩位這方面的專家來替我們談這個議題 我先介紹這兩位了 第一位是蘇彥徒教授 他目前在中央研究院房 有一個教授嗎 他也是哈欧的法學博士 我當然是更優秀的法學博士 他也是大家也都有注意到 前幾天台灣有很多人有良知的工法學者 共同擬定的公開聲明 總統跟秦林採了憲政的紅線 那蘇彥徒老師他也是其中的一個連署人 所以等一下可以談一下 他們為什麼當初擬定這個聲明 他背後思考的那個框架是什麼 覺得到底我們今天總統 他到底他到底採了什麼紅線 我們都先去理解 那第二位邀請的是黃帝寅律師 他應該很熟悉 我們的任職會教授 也經常在我們這邊節目 在很多的重大的社會運動 他也經常擔任面乎律師的角色 他對這件議題 他有在現場很實物的理解 他對特徵組的了解 所以等一下我們可以 就請這兩位替我們談 更深入 那我們先從一個簡單的問題來 來討論好了 這一次我們不管 其實關說不是我們認定 也不是馬總統認定 也更不是黃金庭院長可以認定 我覺得應該有一個法律程序的認定 所以即就客觀第三 我們無法去談 這到底是不是關說 但我們可以去理解 什麼是關說的要件 我們去理解 但我們不能去判定 那到底是不是關說 那除此之外 我們還可以去理解 什麼憲證的程度 那到底 這次呈現什麼樣的憲證 憲證上的爭議 其中一個大家最爭議心的 就是特徵組的角色 特徵組是在前期 它是一個調查黑金的行動中心 後來它是2006年 在法治化成的特別偵察組 那特別偵察組 它特定的一個任務 就是調查我們今天總統 或各部會所找以上的貪圖案件 然後大概在法院組織 法律三角之一 有定第一項的前三款 都有很細節的一個描述 那證證組在這次案件裡面 它的很多的小色 有很多爭議性的地方 包含所有的 黃世銘檢查莊長 他今天可不可以拿著剛出爐的 OK 今天的調查的紀錄 跑去夜婚 總統復刊 總統報告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現證問題 到底我們的法務部下所屬的 檢查總長 他可以直接向總統報告嗎 其實在現在當然很多人 一開始在這件事情 爭議的草這麼大 這個大好像不太貼 其實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記得當初 呃 呃 呃 現在我不知道 剛把 甚至我們今天檢查總長 可以直接面前總統 剛把他當作很人前市值的 一個議題 然後此外還有 特政策的監聽到底有沒有違法 然後他到底能做這些事情 那 所以我們先 先從事務院 老師開始吧 還是 黃定律 黃定律師好 先從事務的角度來講 就是 您對於特政策的了解 他的定位 他的職權 您覺得他這次在調查的過程當中 到底有哪些爭議性 會請你幫我們做一個更清晰的投資 好 謝謝 特政策其實在這個案件裡面扮演的角色 有三大違法 我簡單講 歸那三大違法 第一個 他在案件還沒有癥結之前 像馬桶的報告 其實大家看 所有媒體都知道說 你找不到任何一個刑事法學者 或者是一個律師 其實就算他有藍綠色彩政治上的立場 他都不敢幫特政策這個部分做背書 為什麼不敢背書 因為現男規法 我們都知道說 特政策在保健組織法第六的三條之一的規定 他其實還是本身的功能跟角色還是檢察官 他要做的依照行事訴訟法的規定 就是 你如果辦這個案件 你認為說 過了那個請訴門檻 你就把它請訴 那如果沒有過請訴門檻 那就是不起訴訟 在刑事訟法規定是這樣 但是在 呃 王建平這個案件裡面 看得到說 特政策在裡面管一個 叫做 有點像是變平式 我現在刑事偵查到一半 突然認為說他是行政責任 開始亂轉換 在法律的授權部分 他沒有這個轉換的權限 沒有任何一條法律授權 他這個轉換 所以他在這個個案裡面 過去是以刑事偵查 包括他去傳李秀濤 他是用刑事證的方式傳他來 我們就可以知道這是個刑案 那我都知道 偵查公開就是 你本來在症結之前就不能對外講 你居然去對馬英九州個案報告 這部分就是邪秘 那這個邪秘罪 不會因為他後面轉換成行政責任的追究 而受影響 所以這個邪秘罪相當的清楚 那過去有一個個案 其實大家都知道 葉勝茂他就 陳水扁他家裡有洗錢的這些資訊 跑去跟陳水扁就做個案報告 那這個部分到後來 陳水扁卸任之後也被查出來 他卸秘罪人目前混在監獄裡面 那同樣的道理 有人救個案 檢察總長救個案 跑去跟馬英九州個報告 雖然他現在位為總長 可能下面的檢察官 不敢依照法律上的良知去做署名 但是這個罪數其實很長 他不可能一輩子做中長 所以這個部分是第一個違法人分 第二個部分是監定 你看特政策出來騙人說 我們監定有監釘條 所以合法 很多人就覺得 對阿監釘條 這樣看起來形式上好像合法 那是在公訓保障及監察法裡面的規定 它裡面很清楚 監定有很多原則 包括關聯性 最後手段性 跟重罪原則 這些是什麼原則呢 什麼叫關聯性 你要監定一定要跟本案有關連 你不能隨便亂聽 一些跟本案無關的事情 第二個 重罪原則 什麼叫重罪原則 你要基於重罪 你才能去監定個人 那重罪是什麼呢 在公訓保障及監察法令 條的規定 重罪是指三年以上有其吐息之罪 或者是貪污等等的重罪 那這些重罪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一個要求 是因為 你像看你的手機沒打起來 沒事被人家聽 這件事情本身來講 就是國家對你做的侵權行為 那國家對你做侵權行為 一定要是例外的情況 才能對你做侵權行為 所以 立法者在這邊做了一個調整 他做了一個調整 就是說 除非你今天可能涉嫌辦了重罪 我才容許國家對你做監定 那如果不是重罪的話 你就不能隨便 我跟誰聊天 這個跟國家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個就不能讓人家聽吧 那我們先把第十二法 也規定得很清楚 秘密通訊自由 人民本來就是有這樣的一個自由 這是憲法的基本人權 你國家不能隨便亂聽 所以基於這樣的一個 通訊保障監察法裡面 這樣的一些基本原則 我們先看本案 本案是什麼 柯建林有沒有在什麼 成龍河案等等 這些相關聯繫的這個本案裡面 有沒有去搜索好處 然後可能是收回等等 這是他的本案 那這個本案 跟黃金庭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啊 跟這種根本關係沒有關係 這個是另案 就是說他在聽柯建林的過程裡面 聽本案的過程裡面 他聽到了另案 那這個另案 他本身也要符合重罪原則 才能認為說他是合法的鑑定 所以這個另案鑑定 他本身不符合 通訊保障提檢查法第五 總罪原則 也就是說 你今天聽到 柯建林跟黃金庭講說 什麼 什麼擁備方法問題 這些的對話內容 他本身在 特徵組所認定的是行政責任 根本連重罪 連罪都不是 連行事上的犯罪都不是 那這個鑑定本身就不合法 那所以特徵組他一直在 呃 一直在 不動開記者會說 他的鑑定合法合法 那是你找不到任何一個法學界的人 去幫他的合法做備手 沒有人敢講說他合法 因為顯然他就提出了重罪原則 他的立案鑑定 就是有關於黃金庭 跟曾永福的這一段 完全不合法 完全都不能用 這些東西拿到法題上 那是當作傳聞證據 全部派遣 這些證據對 上面根本不能證明他犯罪 就算他用也不能證明他犯罪 所以這是鑑定合法的問題 那有關於馬總統 他對於鑑定有做了一個成數 對解的有一個成數 他跟立委在參序的時候 就是講說 如果沒有 犯罪 對對對 如果沒有違法 幹嘛怕鑑定 不過乍聽之下 大家都覺得好像有道理 也如果沒有違法 他們怕N2T 那我等於同一道理 馬英九沒有貪讀 幹嘛怕我們去他家搜索扣押 那馬英九如果沒有犯強制性交罪 幹嘛怕我們對他去解憑 這個邏輯你聽起來就知道說 沒有了啦 這不是一個法學教育正常邏輯下的思考 我們都知道說 不管鑑定 搜索扣押 或者是去經歷誘請 提議等等 這都是對人的強制諸分 他對基本權是概率的 所以他必須符合法定上的要件 也就是說 你要啟動鑑定 我剛才講的通訊保障體驗查法裡面 為定的 有關理性原則 最後所斷性 重罪原則 你要符合這些要件 你才能其中鑑定 就跟搜索托押一樣 那馬英九把這些要件全部不談 這不是一般法律的 該有的思考 該有的思考 應該是講說 要件你們相處 有相處之後 我才可以 做我後面這個 干預了我基本權的 這一個 應該算是刑事上的一個 國家才能做這些行為 所以 馬總統說這句 這樣的一個說法 就可以看得出 他其實在法治去年少面 先有問題 當然他是哈佛的 我覺得不是這樣 不會其實 抓這些哈佛的 不是來 看他的先展出一些 很重的這樣 第三個 也就是他去把監聽義務公佈的部分 這個其實是更嚴重的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通保法裡面的規定 就算是正常的刑事正查案件 已經爭解了 你都不能針對監聽的內容 就本案無關的部分 做任何的一個公佈 那這一個案件 你看特徵 本案監聽是科建民原本的 那一個案子跟陳隆德法官那邊 什麼 原本那個案子 都沒有查 後來做查無罵 查無犯罪 罪欠解 他去公佈了令案監聽 那令案監聽 其實在通保法裡面的規定 第27條他就講得很清楚 他說 公務員或承認公務員 因職務窒息 或以本法使有 通訊因秘密的資料 無故洩漏或交付第三人整組 三年以下一起通訊 這個部分相當的清楚 你因為在執行職務 你得到這些通訊 職務上應該秘密的事項 那你沒有法定上的授權 你居然把它公佈給外面的 切勿錯誤的解決法出來之後 所有媒體都去看 然後根本 本來你在調查的事情不關 所以搞到全台灣 甚至全世界都知道說 用被公佈 OK 那這個顯然是 違法監聽 你又把它公佈 再在通保法益 27條的令文規定 施處三年以下一起不行 那這個部分公佈的人 要付法律責任 但是 有沒有叫做的可能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主通媒體資料 知道說 黃世民他已經自己承認了 他在辦這個案子 就個案上 已經去對馬總統的報告了 他在正式開記事會之前 所以很有可能 在這裡會出現一個公範結構 這個公範結構就是說 如果馬總統 受權或者是暗示或者是民事 你去做這件事情 那這個就是教授 很清楚在刑法上面就是教授 那這個教授犯 一樣要付三年以下 尤其出行的罪責 當然他現在是 總統的刑事莫名權 保護他這個部分 三年以下的這個 輕罪的部分 不會被追訴 但是當他總統身份的喪失之後 這個部分 他一樣會被追訴 那 有關於這個部分 包括特徵組 檢查總長 來自於總統的這個 洩密的部分 其實 我們律師界 好幾個律師 包括說 我們去 太平地認證告發 那還有 施改會 也去檢察院做檢訊 那所以這個部分 雖然目前有 總統刑事莫名權 可能無法動 但是在大法官 市至627號裡面 檢視還告訴我們 總統刑事莫名權 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說 他在任內 不能起訴 不能追訴 但是 檢察官可以做認證告權 他可以去約談 可能涉案的相關 對於這個部分 先做證據保全 所以 在正常的法治的情況之下 台北的檢討 對於這個個案 其實就應該 積極進行查辦 那以上 針對特徵組在本案裡面的 三大違法 先跟各位做個報導 好 謝謝 謝謝 感謝黃律師 很精采的 幾個喜愛 各位如果 對這個案情 其實理解 大家要聽 綠帝長的講 大家要知道 中間的一些法律上的爭議在什麼地方 希望有幾個 三大對象 剛才黃律師講 不洩密 監聽本身的違法 而且 賀征組不應該公開議文 其實這個議文問題 當然吵很多 譯文其實就是 監聽之後 由賀征組自行把它 coding下來 組織主義把它寫下來 那 其實這樣的議文 我們沒有聽到原始的不應到 其實中間當事的很多語氣 其實有可能 會有失真的可能性 有可能性 包含我們在看過去的很多案 例如蘇建可三個死球的案子 在每一集的審查 審查的時候 法院的這個庭長說 你不是你的自白書上面就很清楚說你認罪了嗎 那 後來是因為這辯護律師很辛苦 去找到原始的錄音檔 發現其實中間 重新再把疼寫下來 那那口氣 其實已經暗示說 我被刑罪 我是逼不得已 首先說我逼不得已 被貨幣需要的認罪 可是今天白癡還是 疼寫出來的方式 就是 法官 檢查後面說你認不認罪 我認罪是我殺人 OK 疼寫出來白癡 像是檔這個樣子 但是我們有沒有看原始的錄音檔 更何況這個議文它也是一個間接證據 你只會去推定 那是用推定的方式說 中間 例如說阿 這個阿阿紅 他講阿紅 還是阿 你知道嗎 就是指申手法 其實這都是單方面自己的推定 這中間很多的問題 那我們進去談說 OK 如果是監聽的程序 以及特徵在公佈這些材 材料的時候 有很多的違法的疑慮的時候 那麼再談人家憲證的層次 今天檢查中央拿來這個監聽的議文 一二分鐘就去告訴總統說 OK 這個 我們的國會議長有這個 這個 司法關注的問題 那 這中間有一個違憲的問題 那 他又說這是台灣版的水門案 那讓我們的駐美代表清楚 從立刻就發表很清楚 就跟美國說 不是 這不是水門案 OK 水門案在美國的 政治上是一個理由 1972年 美國尼克森 他違法牽聽他的正義 最後被迫 就是國會 要彈劾他 他為了避免被彈劾的問題 只要自己請辭下台 OK 然後請辭下台之後呢 其實他還是有罪的 OK 他是有罪的 特首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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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才不用坐牢 這是美國版的水門案 那 我不知道 我想請 蘇念浦老師 跟我們剖析一下好了 這個監聽 就剛剛這個特政府的角色啊 這樣做到底 都會稱作是台灣版的水門案 不知道你的看法怎麼樣 大家好 其實剛才那個 黃玉琦 就是把這個 就是關於監聽 特正的偵查 然後就是調查的部分 那些問題 做得很清楚的說明 那我相信各位 因為很關心這個問題 這兩個 在看電視 應該 因為這個 很多細節 很多 都還要清楚 所以我只簡單的 補充幾個 幾個面 幾個面相 可以提供給大家的參考 第一個 就是剛才問說 這實際是台灣版的水門案 其實 每一個案子 都會有必要的地方 所以 從這個類比的重點 就是水門案 我們聽到水門案 就表示它是一個醜聞 一個權力濫用的醜聞 權力被用不同的形式被濫用 所以今天在這個案子 會不會是一個政治醜聞 就看權力怎麼被濫用 那剛才黃律師已經講得很清楚 就是 其實特政組的整個政查的過程 有很多施法性 法性上面 大家都會有很多的爭議 包括說 它可不可以像 拿到接聽資料 當天晚上 去總統府 它是根據憲法四十字條 我是研究憲法 原來是四十條 卻還可以這樣用 真是 真是一個重要的 一個學術發現 其實 依照憲法四十條 因為這個總統 有一個院寄的 爭議的協調 我覺得他要去跟總統講 給立法院長再關說 這其實是 簡單來說 這其實是一個 完全是規則的理論 我們就先放一點 我要講重點就是說 我們其實已經很多人都在提到說 其實特政組 它的很多的政查的作為 它的對證案子的處理的方式 包括說 它監聽的資料的使用 是不是很符合那個工具法 讓你檢查法的規定 都有問題 所以 整個案子我們發現 最近有做一些民意調查 他們就發現說 其實 很多國人 已經不相信 對特政組的這個 公正性 重力性 產生懷疑 他覺得 你好像 是變成是政治打手 或者說 你的這個處理 你檢查的狀況 其實一定不失人 但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那天王院長 他回國記者會開完以後 好像那個檢查的狀況 立刻跑出來 開一個記者會 最後記者問他說 請問 因為紛紛糟糕 社會上 對於這個 這個過程 有很多爭議 那不曉得 中長對於 這是我們處理的 地方 你或什麼 覺得需要 檢查改進的地方 他說 完全沒有 他覺得 他說 他都是對 那還好 因為我說 我們是法制國家 就是說 檢查中長 或者特政組 他們的這個作為 對不對 不是開記者會檢 就算 是法院的決定 包括說這個 通訊保障檢查法 他有很多的一些規定 那這些規定要怎麼解釋跟適用 也不是檢查中長說 因為我是檢查中長 全台灣就五爺根 你起來通討 我們說就是算 沒有 所以要進入法院 來做這個 法律統一的 這個 做中局的這個解釋 所以很好就是說 有很多的 律師街的朋友 這個 這個 萬七四改的團體 他們就提出爆發 去檢舉 我要講的一個重點就是說 其實只有兩個重點 不好意思 第一個重點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中 就是說 特徵組的問題 其實都 有一些被檢討 其實 剛剛黃律師 還有點到一個重點 那馬總統的角色是什麼 他是完全被動的接受 所以 有問題 違法的 權力濫用的 是只有特徵組 跟檢查中長嗎 還是說馬總統 事實上在這個過程中 他也有一定的角色扮演 我們不知道 我們現在有的是一個 合理的懷疑 合理的懷疑可以做什麼 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合理的話 也覺得應該要展開 進一步的憲政的調查 不管是監察院的調查 法院的這個 這個 施法的程序 或是國會的調查 如果在美國發言 他就會有這個 國會調查權 就會開始 針對這個案子下去 做進一步的了解 讓這個案子取得進一步的施政 才可以確定說 OK 今天有權力濫用的 除了檢查中長 跟特徵組 是不是要被檢討之外 馬總統在這個過程中 有沒有翻譯什麼角色 第二個重點其實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 有憲政爭議 但這個爭議並不是在於說 我覺得政府不可以違法監聽 馬總統說政府可以違法監聽 沒有 那個洪先生很清楚 爭議在於說 他對這個事實 有沒有違法監聽這個事實 他們就矢口否認 但是有很多人 會提出來質疑說 可能真的有權力濫用 所以是一個事實上的一個紛爭 所以就是我們接下來 這個部分的憲政爭議 的處理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透過一個 政當的 施政的一個調查的程序 去把那個事實認定出來 認定說 OK 這個部分是不是真的像 馬英九總統講了好幾次 說絕對沒有滅亡計畫 他一定要這樣講 因為如果有 不是 如果有那個conspiracy 就保證說 他是可以在 他是牽涉到這個 政治的這個 特徵處 這個權力濫用一遍 好 是不是像他這樣講 或者說其實 不是有 就其他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其實是需要進一步的事證 但是那個洪先生很清楚的 就是像洪律師剛才講 就是我們 我們有通訊保障監察法 你的通訊隱私 你的通訊隱私有 你的基本權 政府可以侵犯 那這個部分 當然是沒有 沒有意見 沒有不同的意見 好 謝謝蘇教授的 以及 今天的嘗試 那 所以我們總結 剛才兩位 舞台人 基本上 我們傾向 似乎傾向 但我們大概不這樣之前 總結啊 我們傾向於認定 特徵處似似 有權力濫用的嫌疑 那黃定律師的立場很清楚 就是很清楚 三大對抗 你就是有濫權的嫌疑 那今天如果這個濫權 如果只在特徵處方面的話 我覺得這樣只是個法律上的爭議 但是 今天 總統是不是有在這個公辦節目裡面 他事先知不知情 OK 他甚至有教授的問題 那就變成是一個 一個憲法的一個爭議 那 這牽扯到到底可不可以認定 它是一個水文案 一個台灣版的水文案 一個關鍵 就是總統有沒有 濫權 然後授權回法的前庭 甚至有干預這個吃法公正的問題 那我們進步談 那 我們現在談的是在監聽跟特徵處的角色的部分 我們現在談另外一個層次 今天總統 先不管特徵處 是否有辦法違法的前庭 總統 掌握到這方面的資料之後 他有沒有 你知道 大家這一兩個禮拜都很密切 在發了這個訊息 其實在9個月6號 這個王院長出國之後 那在這個就開始 就 奉命連環後 三方簡訊 要求這個媒體到現場來參加記者會 那到當天 這個鄭永夫 這個保護部長 就背負去吃 然後總統在文件發表新聞稿 然後到9月8號 再親自 呃 開記者會 直接訂掉說這次是關鍋 然後 9月 呃 接著 10號 王院長回來之後 9月11號 這個 呃 9月9號 那個 他們考機會開會之前 那 總統 謝謝他的總統府 總統府對於總統的身份 就跑到國民黨 中央黨部 以 當主席的身份 公開再講一次 所以9月8號是以總統身份 在總統府開記者會 這次關鍋 9月11號 以當主席的身份 換了另外一套 然後跑到 中央黨部去 走 我們 這個 從政黨員這很糟糕 就踩了這個民主的紅線 這次關鍋 我們必須要給他 這個撤 這個撤銷黨值 以黨籍以上的這個處分 然後在考機會開會前半小時 就下了這樣一種東西 那 這中間 好像一個很 一個 沒有什麼爭議性啊 因為好像 政黨法規定 我們台灣人有政黨法 它是個民團體 好像我今天 我這個政黨 要怎麼處理我的黨員 是我的家規 我的家務實 這跟國家沒關係 所以 他是以黨主席的身份去講話 他不是以總統的身份去講話 可是中間有很多曖昧的地方 因為他同期是總統 而黃金平又同時 他的 他的 立法院長的身份 那 似乎又依序於他的黨員的身份 所以 這不只是政黨的家務 許 他同時也是一個 憲政上的問題 那 如果是 如果你已經把他 當務的那套西裝拿掉 他就是總統 對立法院長 進行的一個 一個 鬥爭也好 或是其他 比較中心的事情 都可以 那這牽扯到一個 憲政上很基本的 一個衝突 一個基本的原則 這是我們這邊 憲政上的紅線 這是三權分離 總統作為行政權的代表 他今天 跟立法權之間 是相互制衡的關係 總統可以 透過 黨員 黨主席對黨員的 這種權力關係 進一步去壓迫立法權 這變成一個憲政的問題 那 甚至我們知道 現在還在爭執當中 到底這個 立法院長黃金平 是否還去被 國民黨的黨籍 現在家族分 OK 可是接下來會怎麼發展下去 那 我想聽聽看 黃金平是對這件事情來看 在進入家族分之前 我要先講 剛剛 延續剛剛 課政組的那一個問題 其實在 1949年 德國那個時候 經歷納粹 他們在 這樣納粹過程裡面 他們發現他們 當時 成立的這個 特殊的保庭 會有權力過度集中 殘害人群的問題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思考脈絡之下 1949年 德國就透過休憲 有限 他們的基本法101條 去明文說 他們的司法體系裡面 不能有非常的霸體 就是特殊的保庭 那當然他們的行政體系 就不會有類似特徵組 這樣的一個集中權力的組織 1949年的德國 1999年的美國 當時 其實從 我們都知道說 水門案開始 美國認為說 要有一個超然 那個 超然客觀的檢察官 來辦這些案子 所以他們就 設立了一個 獨立檢察官 後來 美國很多學者 等一下 這部分 因為是那個 蘇老師的 轉眼的余醫生 我大概就 簡單的報告一下 他們認為說 獨立檢察官也有權力 無所自衡的問題 所以在1999年 美國國會 就讓他們獨立檢察官 走入歷史 更晚近的國家 南韓 在今年的4月 讓他們的中央搜查部 就是因為民眾質疑 已介入政政啊 所以他們中央搜查部 在今年的4月 走入歷史 甚至台灣 你看全世界的民主國家裡面 台灣有著一個至高以上 最高檢察署 特別偵察署 那我們作為一個 民主法治國家 是不是應該讓它走入歷史 我想這個應該是 人類的演進的過程裡面 應該要必然面對的一個問題 那回過頭來談 最近假處分的這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 黃建平要申請暫時權力保護 那穩住了他的黨籍 國會議員 跟立法院長的這個資格 那我們知道下禮拜 很有可能高等法院 因為馬英九這邊抗告 高等法院在下個禮拜 可能就會針對說 要不要保護他這個院長的資格 做一個審理 那這個審理我們看得多嘛 馬主席這邊提出的一些理由 其實都蠻 有法律上的問題 第一個他認為說 不分區的這個制度呢 是地補的 他說因為 黃金平被撤銷之後 那後面會再地補一個 新的立委進來 所以對國民黨而言 息事沒有影響 這沒有發生憲政惡害 暫停之下還有一個道理 但是我們都知道 假處分 他保護的權力對象是誰 申請人 你要去思考 這申請人 為什麼會因為 我的職務被拿走了 我上市的國會議長身份 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 這是暫時權力保護的要件 難以回復之損害 他考慮的對象是誰 申請人 那馬主席這邊的一個主張的方式 考慮對象是誰 國民黨他搞錯主題的啦 就在法律上面搞錯主題的 要件上面是保護申請的 不是保護國民黨 但是他們的法律主張變成 保護國民黨 第二個也是很嚴重的問題 他講說他就舉了什麼邱章 然後舉了林世佳 我知道這兩個當事人都跑出來反 就抗議了 就說你不要舉我的例子 我跟你們這麼一樣 國民黨是這樣講 他說對於不分區立法委員的上市資格 就是開出黨籍之後的上市資格 過去也有這些先例 那對王院長王建平一樣 但是他少考慮一個很重大的憲政問題 我們都知道說 你如果普通的不分區立委 他的民主正當性如何產生的 也就是我們在投票的時候 看到各政黨上面不是有一群人頭嗎 那些人頭 那你看到這個人還不錯 所以於是我把政黨票投給這個黨 那他取得他當成國會議員的第一階段的民主正當性 但是國會議長不一樣 他除了這個階段之外 在憲法的規定 他是經過國會議員的互選 選出了國會議長 這是第二個民主正當性 而且他是這些名義代表 共同選出來的國會議長 他是這一個憲政機關的首長 那國民黨他現在的主張是說 你看不分區立委 又是催修他黨籍之後 他就喪失資格 所以王建平院長一樣 這個時候他就沒有處理到後面這個階段 國會議員不選這個民主正當性的階段 這個會造成憲政二汗 為什麼 就像剛剛我們主持人講到了 如果你把他擺出來的汗就是總統 直接要國會議長下台 這個事情是相當嚴重的 在世界民主國家 因為總統或者是行政他是受立法監督的 那你居然可以要求你監督機關的首長 這個憲政機關的首長 直接被陳化 這個其實不太像是民主國家的一個架構 所以為什麼今天有很多工法學者 會跑出來聯署 針對這樣的一個可能違反權力分立的 基本的一個思考 做一個發聲 第三個是有沒有權力保護必要 什麼叫權力保護必要 就是說 國民黨現在的主張是這樣 他說王建平在我們撤銷他黨籍的那一天 文送到中選會 他就喪失黨籍資格了 所以如果 就跟大埔一樣 大埔今天房子拆掉了 拆掉之後 法院為什麼看 他已經拆掉了啊 沒有權力保護必要 所以不需要暫時加速分 或是暫時關卡 因為已經拆掉了 他信有的狀態就是沒得保護了嘛 國民黨想要行做成這樣的一個概念 是說他已經被撤銷 他沒有資格 你有沒有聽一下那一陣子的聯合報也好 中國時報也好 這些報紙爆出來都是說 黃金平變拼命 從院長變拼命 或者是他已經喪失資格 這是一個媒體上的定調 但是法律上是這樣嗎 不是 我們知道選辦法其實三條的規定是什麼 他說如果你不分區立委的身份 被撤銷黨籍 你黨籍喪失的時候 是政黨送文到中選會 由中選會 韓請立法院註銷 那是什麼 我今天請你做事情 那做事情是誰 是他做啊 我請他做 那 這一個全憲發動的機關 就不會是中選會 他只是轉文 或去切立法院做 主要權責的機關在立法院 立法院註銷 其實我們去查 高等法院過去的裁判 也是用這樣的簡潔 但是 我覺得一個很恐怖的事情發生在於說 最近我們看到周刊連報 那馬政府到現在還沒有否認 他說 用 黨政高層去要求中選會 趕快做多 你要確認他 賞失利不值 這件事情很影響很嚴重啊 因為 我們都知道中選會應該是一個 超難獨立的機關 他辦選戶的 如果中選會是可以被政治影響的 你怎麼知道六八九是真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事情其實很嚴重 他對於民主的這個損害相當的嚴重 你怎麼可以用 黨政高層去押中選會 要他做出一個違法的認定 還好我看周刊的講法是說 張國雅停住了 張國雅沒有做出這樣的一個違法認定 不然這件事情就嚴重了 以後台灣選務機關沒有貢獻力的話 每次選舉正會是動黨 沒有人信賴那個票數怎麼跑 所以在高等法院的裁判也好 或者是說你都有選罷法七十三條的這個解釋 你也知道說黃金平他在立法院正式註銷他身份之前 他還是具有國會議員及院長的身份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國民黨非常想要去強調說他已經上市資格 法律上顯然不合 那當然到後來看就是說 他目前還是有權力保護的必要 他還沒上市資格又不是一個計程狀態 我今天法院做了一個家屬分 定他的戰術狀態 讓他繼續保有院長的身份的行使 行使他的職務 這個是有權力保護必要的 第三個 第四個是國民黨組長政黨自治 如果大家有看到媒體在講 就是說基於政黨自治 他說法院沒有審判權 不能管我的政黨的家務室 剛才主持人也有提到 家務室不能管 其實政黨自治在 不管在德國、日本都承認 但是他不會因此讓司法上司審判權 政黨自治的概念是什麼 其實他如果我們原理地方自治的概念 其實就很接近了 第一 我們台北市政府 假設依據自治條例做了一個處罰 那司法對他的審查就是說 我不能去審他的當時決議的政治的考量 我不會去審他的目的 我只會去審說他有沒有法律依據 有沒有抵觸憲法 有沒有抵觸法律 這就是一個形式上的一個審查 那同樣的道理 對於政黨自治 如果政黨的行為 他沒有抵觸憲法 沒有抵觸法律 那法院尊重政黨自治 過去高等法院的裁判也是這樣子講 他不會像馬英九他們主張的說 因為政黨自治 其實是司法沒有審判權 這個觀念是完全錯的 那我遇上高院最新的政黨自治 勝訴判決 就剛好是國大 那這個概念 其實我們可以知道說 馬英九在這裡面 其實完全就誤用了 誤用政黨自治 因為在黃金平這個個案裡面 我們剛才已經談到了 你總統對於國會議長 人事的任免 這其實對於 憲法權力分立的這個基本概念來講 你原本在監督你的人 的憲政機關首長變成被監督者可以換他 把他的人事換掉 這是嚴重的憲政的一個惡害 那有沒有抵觸憲法 很有可能抵觸憲法 就目前公法界三十十個教授這樣的聯署 但大概可以知道說他在憲法上面是有問題 那在法律上面 至少政黨內部他還是要符合民主原則 我們知道德國他的政黨是準憲政機關 什麼叫準憲政機關 就是說民主國家是這樣 就是說他就是政黨正直 那政黨他負責提名候選的 他負責找出公子 然後以及轉達人民的意見給國家 所以他的角色跟一般的民團體不一樣 他不是實際功德會 他的角色會有一定的公共事務的性質 所以他把它叫做準憲政機關 他賦予對他的要求更高 也就是說你內部的民主必須要有一定程度的透明 當然我們國家目前還沒有政黨法 那這個部分很可惜啦 就是說我們沒有政黨法 但是在民主原則的拘束之下 你對於一個黨員的開除 你至少程序上的保障要有 事先有沒有充分的讓王金平陳述意見 事後有沒有提供救濟的管道 我們都知道事前的知悉跟事後的權力救濟 是基本民主國家 民主原則下面應該要有的一個內行 但是我們在王金平這個個案 看得出來他對於民主原則是有相抵觸的 他在法律上的程序是有違反的 所以就算國民黨主張政黨自治 你可能通過憲法這一關 你也通過法律這一關 你這個只要抵觸了憲法跟法律 司法一樣要進來做中場 最後我要講的是說 現代民主法治國家 司法其實就作為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守護者 當全部的機關在大亂鬥的時候 司法要中立客觀 他要跳出來說民主憲政秩序的內涵是什麼 那我今天司法做仲裁 我來裁判應該如何做 那你做錯了就應該要具體的去跟他做主旨 避免這個憲政惡害的擴大 那總統去開除了國會議長 這件事情是憲政惡害 司法自然就有這樣的一個義務 要跳出來做一定的仲裁 至少在法律上在憲法上要符合正常法律人的一個邏輯跟想法 一掌謝謝 謝謝黃定玲律師的說明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背後的這個 九月政策背後的憲政爭議很大部分 長期一個政黨跟我們的憲政體系 體制之間的一個很曖昧的關係 因為在2000年政黨問題之前 過去長期的國民黨一黨不大 一黨專政的這種威權體制之下 這中間的問題不大 因為黨就等於國家 國家就等於黨 這種黨的體制 看不到任何的矛盾性 所以當主席就是國家的總統 他可以決定立老人的提名 各級的民意代表的提名 各級的地方所長的提名 所以他可以非常獨尊他的權力 他可以創立這個政黨的創立這個國家 但2000年之後 老實講明講當然稍微具有憲政的概念 所以2000年 阿聯當總統的時候 他也不敢先任黨主席 大家如果有記憶的話 一開始的黨主席是謝長廷 因為那時候民進黨就要debate說 今天我們要走過去國民黨 就是以黨領政這樣長期的罵你 事實上不是總統在統治國家 總統是以他黨主席的維權 來控制這個國家 因為他可以提名這個黨 及所有的各級的人士 他用這個權力在保 保安在擁有這麼龐大的黨產之下 所有人都必須要聽他的話 他是要以黨主席的維權去控制這個國家 民進黨在這個思考 到底總統不會當黨主席 也花了兩年的時間摸屬 才慢慢發現 當時市政上有很大的困難 所以也花了兩年的時間 才開始去推銷 到底黨主席可不可以兼任 總統可不可以兼任黨主席 那如果你兼任黨主席之後 你的任政黨組織 跟你的所領導的行政任團隊之間的關係 到底是什麼 其實這樣有很多的思考 阿聯今天說 我今天總統可以實際上 面前這一些誤會說張嗎 然後可以要求 這個行政部會的首長到民進黨的中常會報告嗎 這當時也很多的辯論 一開始只能夠接受這黨籍的 OK 黨籍的行政部會的首長請去報告 所以很多被民進黨籍的人 其實不會列席中常會做報告 所以民進黨那時候也做這樣的一個區殼 但是其實後來也提出所謂的黨政同步的概念 黨主席跟總統還是合一 但具有所謂的統一性 這變成同一個東西 所以你看到後來 擁有絕對的權力之後 這個會造成很多的浮誇 所以我還記得當初林英雄主席 前主席在退黨的時候 就很清楚講說 其中一條就是 他認為一個遵守憲法 笨氣的總統 不應該私底下約見 在部會所長 因為他覺得 今天部會員長 他必須要 他的上級是行政院院長 他才是他的上級 他不能夠跨過行政院長這裡 直接去面見總統 那這是林英雄前主 已經心中 台灣的憲法應該是長這個樣子 總統也是國家的元首沒錯 但行政院長是行政院長 你不能架方行政院長 不能把臉地為幕僚長的角色 這中間很清楚的 憲政的一個分析概念在裡面 但是其實開玩笑 陳靖遠德 可能變成馬英雄長期的政治體管 其實在民進黨 剛進行的憲政的辯論的時候 已經扑了布朗 所以馬英雄上台完全不用考慮 黨主 這個總統當然監任黨主席 所以他可以非常有效的 控制這個 不只是行政院 還有立法院的黨等等 那也是因為這次的事情 才出現 其實中間只有矛盾 我們長期這樣的 這種奇怪的憲政管理 總統可以兼任這個 黨主席 然後先偷黨主席的權威去 號列其他人 這中間會產生很多的矛盾 那這次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也是為什麼這一次 這麼多的功法 就跳出來去談說 我們其實有一個憲政的紅線 在那個地方 先不管是官說 應該不是學者討論的重點 應該是司法集團討論的東西 那這個紅線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就請一下蘇晏圖老師的觀點 為什麼你們提出這套的說話 那你們的理由 你們快查到是什麼 謝謝 剛才你的發言是說 有關於特徵組的部分 那個憲政空間很清楚 有爭議的是說 到底那個事實是什麼 我們還不清楚 現在第二段我們要談的這個部分 是另外一種類型的憲政爭議 就是說 那個憲政紅線 就是憲法上 憲政理院上我們覺得不應該做的事情 那個線要劃在哪裡 要怎麼劃 這個東西是有爭議的 所以我們可能有一些朋友覺得說 這個可能 總統跟這個 那個 他如果身兼黨主席的話 他可以變 變說變就變 他可以有不同的身份 那 所以他今天 他介入 用他這個 黨主席的這個權勢去 去開除 王院長這個 立委的資格 有一個黨籍 黨籍處分 黨籍處分 那這個處分 讓他的這個 喪失立委 這個效果 那就會有違反 這個權力分立的問題 但是你會知道說 有不同的學者 他們就會說 沒有啊 這個完全沒有問題 黨主席 做這個 這個是大勢大悲 他們要 抗衛大勢大悲 所以 這邊就有爭議 就比如說 其實也有很多學者提出來說 我們這個台灣過去 有那個 司法院司制 331號起事 大概是1993年的一個起事 然後根據那個起事 就是後來才會定那個學霸法 那個規定 說你不分區的立法會員 民意代表 你如果上市了那個黨籍 那你就上市了立法的司法 那就有很多學者都會提出來說 欸 其實這個整個 是有問題的 是 是對於整個代議民主 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為什麼 全國這個不分區代表 他理論上也是代表全國的民意代表 為什麼 也要把透過這種制度 讓他變成是 政黨可以綁架 讓他變成為為諾諾的一個政黨代表 那跟代議民主的這個理念 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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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會看到說 你會 你會在 某些報紙上就會看到 他們的社會過頭 就會說 不會啦 這個是很好的制度 就是應該這樣做 所以我意思是說 這部分的線證爭議就是說 那個紅線要畫 要畫在哪裡 要怎麼畫 這個地方是有爭議的 憲法不是說 這個 我們有一個成文的文本 說有很多條文 那個定死的 所有的憲政風險都在這裡面 沒有 其實憲政民主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有很多時候說 我們經過這些個案 這些爭議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以後就會知道 以後 我們知道某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 是不是對 以前 比如說 那個 有那個 連戰在當副總統的時候 還有堅任行政院長 大概是 1990年代後期的事情 副總統 可以不可以堅任行政院長 他堅任 而且過去更早以前還有那個成成 這更無老的例子 更無老的例子 成成也見得 副總統堅任行政院長 那後來當然就會大呼提出來說 欸不對啊 這個可能跟整個憲政的規範 會不會有衝突 後來才會有大亂提示 那後來結束之後 大家就知道說 啊 以後真的 以後真的就有影響弘憲 就是你副總統 你就幹你的 副總統 你不要再見行政院長 所以這個爭議 並不會因為說 我們沒有白紙黑資 寫在憲法上說 喔 這個總統可以做什麼 不可以做什麼 很清楚 所以因為沒有白紙黑資 所以我要怎麼做都可以 不是這樣 就是說這個憲政民主 就是我們大家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去 去討論 那麼 既有的規範說 部分區域保委員 這個被開除了 他就 他就上市資格 那至於說 政黨要透過什麼程序 才能夠開除人家 也都沒有講得很清楚 那我們的這個 立法院的註銷 我要怎麼註銷 也實務上 可能也都很濃口 但是你不表示說 以前因為以前有這些潛力啊 所以我就 我就可以去應許一下去 我可以 我們事實上都可以 再從你去反省 說這個 這個制度是不是要去改革 我覺得 這個部分的討論 基本上是這樣子的 有關於那個 最基本上簡單的講 就是說我們其實 其實 其實吳老師剛才已經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 這邊其實牽涉到 就是政黨跟國家的分跡 我個人是覺得說 我們其實還可以再分 就是 這是一個 很正確的一個 切入的觀察 我們其實可以再分成兩個 兩個層次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 其實當然 黃律師也有講到 就是說 這個不分區域保委員這個 這個制度 這邊牽涉到其實就是 政黨跟代議民主的關係 另外一個層次就是說 總統他也是黨主席 他可以切入這個黨籍 然後 切入這個黨籍的程序 然後去 去 去 那個 比較通俗叫做雜王嘛 就是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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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除他的 政治的議題吧 那 後裔又有這個 權力分立的 的 這個 問題 這邊就是 詮助到另外一個層次 你說你政黨政治跟 權力分立 這個 這個第二個部分 如果有時間 我稍後 我們可以再進一步來談 因為這其實是一個非常 非常複雜 其實有一定的困難 其實我們四十幾個人在聯署的時候 其實也花了蠻多的時間 要去自我說服 要去說服大家說 大家同不同意 要從上去推論才能夠說 那個紅線挖在這邊是相對大家可以接受的 這其實有一個過程 如果有機會再跟各位報告 我其實最後只要再補充 因為我覺得其實黃律師都講得很好 我只能夠幫他再做一些簡單的補充 因為他只針對那個家族跟那個過程 我們有一個名詞叫做政治司法化 各位應該都聽過那個托克維爾 他有寫過美國的民族 那個時候是一個政治學的經典 他大概是十九世紀初 他去他是法國人 然後到美國去 兩個月參考的考察育政 但是回來的時候就前一等 美國在民主 然後他行動有一段就聽到說 其實他發現說美國那個時候是 那個時候是世界上第一個新興的 近現代的民主國家 很多時候那個政治的生意 最後都是到法院來處理 那後來我們整個法治的發展 所以其實很多的國家 你知道法治國家跟非法治國家 一個很重要的分別 就在於說 非法治國家那個政治鬥陣 就是鬥 然後可能那個司法 就是一個樣板 比如說那個歐斯萊 在中國的那個生態 那法治國家可能就是說 我們會覺得說 你政治鬥陣鬥歸鬥你 但是就是說你希望有一個 中立的第三者可以做仲裁 可以做台權 而且在中國呢 說你至少要講道理 不是只有看誰的這個政治力量比較大 所以 所以 我跟黃律師唯一不同的地方 就是說我對這個不是完全的 不是完全的 不是完全的 不是一個完全很好 都是好的事情 但是他在這個過程中 他其實有好的地方 如果今天沒有那個家屬分 如果今天沒有提出這個訴訟 那個王院長 今天不再是地法院長 然後 然後我們這個 國民黨說的就算了 這個 中間有很多的問題 其實就沒有辦法 大家比較 有更多的時間 去好好地想清楚 去做進步 把這個時間 延長 然後把盡量做這個 這個案子 這個部分司法的政治化分 是 其實是對這個 相對來說是有幫助 不過重點就在於說 那個 除了假組分以外 他還需要一個本案的訴訟 就是 以後我們可能這個 憲法教科書 如果比較暗立式的事 就是 王金平訴 就是 ES 公民黨案 他 那他雖然是一個民事的法院 他因為 這是在民事法院提出外 針對一個 國民黨 他有沒有違反他的這個 他對於他這個開除黨籍 有沒有違反他的黨章 有沒有違反這個 人民團體的 這個法律對於人民團體的社員的保護 但他這個案子 他其實 他還是會有一個很重要的這個 憲政的意義 這個意義就是 我們剛才會想到 想到就是說 政黨跟國家的分歧 那其實是在這個案子 以後有 這樣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好 謝謝 那 這個老師的 我們才是 所以我們 你知道政黨跟政治之間 要跟 跟我們政黨之間 要很清楚的區域 要區域 要很清楚呢 因為 我們今天投票投的 我們是選舉 我們政府的官員 我們的工程人員 我們不是投票選他的政黨 所以他並得到我們的授權 他的政黨實在沒有得到我們人民的授權 他也沒有說到 我們司法體制 我們政治的體制 對於 我們的官職人員 那麼的強烈的 一個 一個監督 一個公開做我們的監督方式 如果一切的 真的 所有的決策過程 可以回到政黨內部去進行的話 那才是真正的逆視政治 所以 我們是今天有一個很荒謬 就是說 我們馬總統在 這個考慮的時候 立法院的朝野協商 是逆視政治 其實真的的逆視政治 是在政黨裡面的無人小組 真正的逆視政治 是在 總統跟他 私人的親信之間的互動 那才叫做逆視政治 其實台灣人很多的 重大政治決策 背後的決定者是誰 都是透過選民 用投票選出來的人 把法案找到 跟到了權威 所以 我們幫你大哥見面來了 一場考慮的時候 我們今天台灣有一個特殊的 金馬體做馬金體制 那政政在台灣也有實際的決定權 但其實並不是人民授權的對差 那 這樣的憲政體是非常奇怪的 和我們中了這樣奇怪的憲政體 已經有很久了 那 好我們該談這些憲政爭議了 那接下來就是 如果這些爭議還存在 那我們該怎麼做 因為很明顯 九月政政還沒有結束 然後我們的很多的行政跟立法部門的僵局 總統跟立法院之間的僵局 然後立法跟保護之下的那個 我們檢查總長之間的一個僵局 還沒有解決 那這些爭議應該如何收尾 然後我們作為公民 因為我們都不是 我們都是客觀第三人 或是這兩招爭口 他們的利益 因為我們的利益 我們所care的是 我們國家整體的利益 那我們應該去看待這些事情 我們接下來該怎麼做 那 我們想 那剛才其實毛電影有些人講說 欸 覺得被政治組成一個方向 就是命述潮流 那我們想起來 變進去產生 接下來 我們作為公民 我們該怎麼看待這些事情的發展 請 我想 蘇老師 其實我一直都很 驚訝 我會唸他的文章 我會唸他的文章 因為他是真的去哈佛念法律 那剛剛蘇老師有提到說 本案訴訟的部分 他其實本案訴訟是 確認黨 就是黨籍存在的訴訟 他是確認指數 那確認指數有什麼樣的 憲政上的可能性 其實就個案而言 他的 之前已經有一個許書柏案 所以他是有點類似許書柏案 這個確認的存在 那他的本案訴訟裡面其實 因為國民黨把裡面的黨章 黨紀有一條說損害黨的領域 這個抽象的法律概念 拿來做政治炒作 所以當時許書柏他會被撤銷黨籍 是因為他另外有一個貪污案件被判刑 但是那個案子還沒確定 那他就認為說 馬英九就大刀彈下去啊 彈下去就說 因為我們本黨是輕一點度分啊 所以被判刑 那開除你的部分區有這樣一個資格 許書柏他就去訴訟 他認為說 我又還沒定業 我這個 他認為他自己是冤枉的嘛 我還沒定業 那怎麼可以因為這樣開除我 台北地院跟高院怎麼去看這個事情 他們認為說 你用這個抽象的所謂損害黨的名譽啊 這樣抽象的一個概念 他認為有抵住 無罪對定的這個思考 你什麼時候發生損害黨的名譽 是你貪污確定 才發生損害 那又沒確定怎麼可以損害 他就講到國民黨過去的案例 很多人包括特別費被起訴 或者是他的相關的案件被判刑 都不見得會因此 被用這一條 離開了國民黨 就是特效他的黨籍 所以法官在裡面討論的是憲法比的原則 他認為你一個政黨 我認為這是思考是對的 其實在行政機關裡面也是這樣 什麼叫做行政自我舉述 就是說我今天行政機關 我不能 我開心對你好 然後同樣的案件來申請 我就能看他不爽 我就不為 不可以這樣子 對人民要一樣 政黨如果作為憲政機關 也要同樣的思考 你不能今天馬英九標榜自己清廉 然後去開署的取書國 王津平看更誇張 為什麼更誇張 他連起訴都沒有 這個案件他是說他關說 但是特政組連起訴都沒有 如果用同樣的標準來看 有一個人特別被貪污被起訴 他沒有被開署 但是有一個完全沒有 他只是說他關說 道德上有瑕疵 連起訴都沒有 他被開署 這個到司法裡面 整個體系裡面去 如果秉持憲法的平等原則 這份案訴訟他是不會贏的 我說國民黨正常的法律邏輯 在平等的狀態之下 他是不會贏的 那他怎麼樣對憲政發生好的效果 所以我們目前的規定是說 他要拜 如果假設王敬明敗訴 要窮盡訴訟途徑 才能去申請大法官解釋 那當然目前評估起來 在法律的邏輯上面 他本案訴訟是不會輸 那要怎麼樣讓他發生憲政上的一個 效果去討論說 到底不分區的立委 去當了國會的議長 政府議長的時候 會不會因為開署黨籍 或者撤銷黨籍 喪失他的身份 那可能也許 立法院如果用過半的 用機關贈送的這個方式 去向大法官申請 這是一個方法 當然大法官的結構 會不會做出一個 符合民族法治 正常國家的一個判斷 這當然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如果在正常的 正常的法律思考 就是說 今天 立法院收到中選會的這個文 他適用的法律 就是選霸法的這些三條 那我們都知道說 如果 中央或地方機關 他 舊格案處理適用法律 有違憲疑的時候 他是可以申請失憲的 那當然這是一個管道 那要不要做 我現在還沒辦法有答案 因為製作的可能狀況更差 那是我不知道 那未來可以做什麼事情 其實立法院的新會期 選辦法的修正 也許是一個方法 就是可以徹底做解決 我們剛剛看到73條 的規定是說 黨籍的不分區 如果因為開除黨籍 撤銷黨籍 他會上市立委資格 是不是適用在國會議長 或者是 國會的副院長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知道說 日本或者是德國 他們的國會議政 就是政務議長 不會因為被撤銷黨籍 喪失他的身份 這個部分我認為 有待學禮討論 但是 也許國會在新的會期 就可以在這部分 做一個調整 就是73條 他也許加單數 另外一個部分 是法院組織法的修正 我想 已經有 台聯民進黨 都已經提出了 那其實在去年 李俊義委員 就是李鴻希老師的兒子 就已經 去年就已經提出來了 就是說要廢除特政組 法院組織法的修正 那現在當然變成鮮血了 過去提的時候 都沒有人理他 聽說司法法治委員 開會一次討論過一次 然後就 案子就拚在那邊 那現在我想 國會應該要 正常的思考 我剛才講的 不管從1949年的德國 1999年的美國 或者是2013年的南韓 都看得出 他們對於 權力集中的這種 怪獸組織 是沒辦法容許 那台灣的國會 也應該要在這邊 做一個處理 第三個是通報法的修正 那通報法的修正 也很重要 是在於說 特政組他在違法監聽之後 他開始跟你爭執說 我的令案監聽 雖然合法 但是 他說 他沒有說 他就升職做那個 令案監聽 就是聽到王建平這一段 他認為是合法 但是全台灣法律人大概都知道 他是違法 那為什麼他們會有 這樣的一個誘因 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 我們台灣很常用一個 叫做權衡 權衡理論 以證據違法取得之後 到底能不能在法庭用呢 就是我們來權衡 看這個罪重不重啊 然後看這個 這個案子嚴不嚴重啊 我們再來決定 要不要用這個證據 所以他讓檢察官 有這樣的一個誘惑 說 反正監聽你就掛著 加減聽 我今天加減聽 可以 也許可以聽到一些有特別的 那這些東西可以拿來用 反正道法又再尋找吧 那所以 在通保法的修正 其實這是顧義雄律師提出的想法 我覺得很有道理 你就直接把令案監聽 違法 就排除他的證據能力 直接明武排除他的證據能力 檢察官就不會在那邊 加減掛性 加減聽 然後加減聽就又要拿來用 這件事情就不容許 那我覺得通保法在這邊的修正 目律師提出 直接排除他的證據能力 我認為是一個好的方向 以上謝謝 好 謝謝黃醫師 提示了未來的三個可能 可以發展的方向 就值得觀察的方向 那我們接著請 我們齊夫老師來談一下 就是 未來該怎麼做 提出來一個很重要的書 就是總統的 跟黨組成本的統一性 造成了憲政的爭議 那您剛才譬如說 這個政治司法化 有了不同的觀點 政治爭議其實 不是完全 不是那麼大根 就是通過司法的方式在結局 有時候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 其實我們的憲政傳統是長出來的 它不是很簡單的 透過完全司法程序就可以確定 那我想聽聽看蘇老師 怎麼進步嘗試 謝謝 我剛剛沒有想得很清楚 正式司法化 就是說希望 這個大法官主持正義 那要是大法官 沒有給你主持正義 那要怎麼辦 憲政民主 最重要的是那個民主 那個兩制 這個國家是我們人民自己的 所以這個國家好不好是我們人民 終究要承擔這個任務 所以這個憲政正義啊 或是憲政危機的解決從來 如果我是覺得說 不是任何一個機關可以 可以就是要 我們就把政府教育他 那我們去尋找我們的 連續去 或者是做 回到我們司令域 他會 這個機關 我們有這個機關很好 但是這個機制要成功 他需要很多的社會條件 包括社會的討論 包括說 還有我們學術的 這個 這個學界 或是整個輿論界 公共的 公共的意見上面 覺得說 那個憲政 同線要劃在哪裡 比較 比較好 所以這其中 都需要討論 因為大法官是 他有可能翻錯 那個331號 其實就是大法官解釋出來 大法官自己先解釋 所以這個 不分距離的立法委員 因為不能大 所以 他喪失趕 他就要 他就要失去他的資格 是大法官先解釋 以後立法委員才將定 被大法委員可能會錯 所以 所以在這個活動 我們都 除了希望 很多大法官就是我們的老師 非 很希望 幫老師理工一些 一些意見 就是 開玩笑 我覺得 真正重 就是 真正重 就是我們公民要 要 要有更多的資訊 去做 去做判斷 然後 如果說 大家可以的話 就是可以形成更大的壓力 有爭議的時候 大家都會希望他 快把它處理完 但如果說 今天 你可能 我不曉得 也許過一個禮拜 後他 後他就會 這個 黃金平跟馬英九 兩個人手牽走 是不是 站出來跟他說 我們都好 你覺得 這真的是這個爭議 最好的結果嗎 我都覺得 這個破心理好 你 你王院長 也是繼續尊王 尊王庭嗎 是不是 我都可以 反正 我覺得說 就是我們 如果是過心理 也許對他們兩個人最好 但對台灣社會 不一定是最好的 台灣在這個過程中 發生了很多問題 剛才黃律師講很多 我們應該要修法的地方 要知不知道改革 要檢討的地方 結果 你不叫過心理 那整個就算了 我覺得不應該這樣 就是說 簡單講 就是一馬歸一馬 該調查 就調查 你王金平也不要覺得說 你有事好處 我們都愛挺理 沒有啊 你要啊 我也覺得說 你要知所進退啊 只是我講 自所進退 跟馬英九講 自所進退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道理 但我一直就是說 有社會的官說 你要覺得 激勵機制就要去啟動 你一定要覺得 你現在激勵機制不好 你就要去改啊 你就要去改 改的時候更強 你要去強化 你不為倫理 比如說我們剛才談到很多違法監聽 或什麼 制度啊 改這一回事 個別的檢察官 檢察總統有沒有 有沒有刑事責任 有沒有政治責任 都去追究啊 如果都愛同你 都改制度 那可能那是個人打算了嘛 就這樣摸他一次吧 有時候很多時候 看鄉院的時候 大家都不會學到教訓 包括說 有需要補回調查 檢察院調 都應該去調查 視線 趕快去視線 但在這個之前 在這個之前 其實更重要就是我們 公益社會事項 對這個問題 做一定的關注 跟思考 我這邊講的就是一個重點 就是那個 issue framing 就是說 我到底要怎麼思考 有時候很多媒體會希望說 這個 我們剛才講的一些憲政的爭議啊 這個沒有 沒有那麼偉大 這個 國會之律沒有那麼偉大 就是政治手腕 出不出草 提出性的問題而已 希望你往這個方向思考 不然有人說 這個問題是 你選邊站 你要挺嗎 還是挺王 你要挺王 先挺這個 你真的挺得下去嗎 這樣子的政治人物 還是說 這個馬英九 你要繼續去支持他 這個是一個比較 路過戰爭 就是 路過就是 這樣子的思考 那 我會覺得就是說 我們一次的 我們沒有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 告訴大家 我們現在不知道做什麼 但是我們現在 至少我們覺得 我們可以做 就是說 幫大家提供一個 另外一個frame 另外一個議題的框架 就是說 我們從憲政上 我們要怎麼看這個問題 那 就給大家來考慮 是不是真的 就是說 台灣已經不是 他這個 我常會講 不權欠法制 辦總統 是雙手掌制 就搞半天 就是當主席制 是不是這樣拿 那 這些事情應該要 要 應該要更多的思考 那 有更成熟的公民社會 更清醒的公民社會 以後這種權利耐用的情況 還會比較少發生 好 謝謝蘇老師 那我們 第一階段 就請梁宇談 談 他們基本的觀察 想法 接著我們開放給各位 提問 然後 等一下 黃碧玉律師 他因為9點 要先離開 所以各位如果特別問題要問 黃律師就請請 OK 可以先提問 那我們先開放三位提問好不好 好 第一位 然後 有沒有第二個問題 好 第二個問題 有沒有第三個問題 好 那我們先請兩位提問 今天這個是大看理界 然後 後我沒有去念法律 其實 對 律師 法律專家 他就是有馬牛引 像我們念政治學的 就是 就講這些我都沒了 好 那個 一個問題 其實剛剛 結尾的時候 我們又提到一個 雙手掌制的問題 其實我一直在想 我們政治學 到底有什麼樣的貢獻 這一次 也許我覺得 就是從那個 整個 因為我從一開始 從2008年 馬東龍選上之後 一直在懷疑 到底這個時候 在雙手掌制 能不能維持 因為當時 他的高人氣 那高人氣 本來就 他想要做什麼 就比較容易 那他 如果現在上那麼低的民調 他硬要做什麼 他還是要 硬要做 所以 我們現在 基本上 很早以前 他就已經介入 很多的行政的事務 所以 所以現在發生 這些事情 是不奇怪的 對我來說 是真的不奇怪 因為我們越看雷二行政院長 越來越像 越來越像 就是幕僚長 就什麼都跟他報告 然後去看那個煉場 兩個人睡在一起 也是跟他報告 所以我覺得 馬英九總統 他不是在去管 那個外交跟聚職 他是什麼都要管 再加上他 像監黨主席 因為他可以 基本上控制 那個最後的操盤 的選舉的東西 所以 其實基本上 我們是沒有雙手掌持的 我們確定是沒有 那問題是說 我們形式上 現正上 西部應該是要有 所以那條線 就化不出來 因為 因為那最後 他不斷都在踩 而且沒有線 根本就是模糊掉 所以真的是要每一次 像這種狀況 才會有 那我具體的問 意思就是說 我們從共法學家 或者說其他 怎麼樣去配套這種正義制度 來去把這些線 有沒有辦法 事先的 或者說這樣補救的話 像我剛剛提到的另外一種 這是政黨法 像政黨法 在某個程度上 也屬於論定下的話 是可以輔助這個國家 真的賣相 所謂雙手掌持 那我不是要雙手掌持 那種幹 總統的集權也是 無限的擴張 隨時 因為他本來就 可以任命行政院長 這個就是 雙手掌持 是一個 內在的一個大問題 所以我覺得 這個確實是很大問題 從這一次 凸顯出來 慢慢的慢慢的 把他那個 朝鮮更好的雙手掌持 就是 像黨主席 跟總統 沒有辦法 是用法律的方式 確保 他根本不能接 就是法律上規定 你落實在政黨法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像剛剛政政組 我覺得這個 絕對是要走的方向 因為 你總統 權力無限大 那你弄到一個 比他權力還大的 政政組出來 那誰要監管他 當這兩個要 要合作的時候 那最大的受害者 當然就是 他的政筆 或是一般人民 所以我覺得 我非常建議 就是我們可以 也許朝鮮的方式去 去 因為趁他們 還沒手牽手之前 盡快 找出一些方式來 去做 那最後一點就是說 我們自己 最近 受社運的人 一直都 都 一定要被他妄想症 因為都發現 自己人在監聽 那所以 我就想說 就是我們 要什麼方式 可以 可以落實 就是說 我們 像我們一般民眾 我們有沒有犯卡 我現在不確定 才能跟旁邊去提交 可以去 比如說 我要被管道 我要去問 我沒有被監聽 有沒有監聽 我管道 我懷疑我被監聽 然後 我要 你確實告訴我 我沒有被監聽 有沒有現在能管道 謝謝 好 第二位 那我就直接想 那我就直接想 那 因為剛剛聽到很多 聽到很多內容 那我只要想直接 揀你出一個 那個 我以前從高中 那個商品主義課 的老師 的獎項 因為是說那個 國父 就是中藏 中藏人部 以前就是說 他那時候還沒進 中藏民國的時候 可以來念頭 其實 其實 其實我也是那個時候 他說可能 不知道說是 他要搭車 到一個地方去吧 但是他 上面主導說 其實那是計程車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計程車 然後他說那計程車的司機 是說 我要到某某某地方 然後 我要 我要透過 這個路 可是 因為這個路 可能在這時間點 塞車 所以說那個司機 突然都開到 另外一條路去 然後國父 一路上一直 就是 阻止他說 欸你怎麼走這個地方 你在搞什麼 然後最後 這個司機 就有更短的事情 因為他知道路 他說可以在這個時間點 到另外一條路 可以到 到達相同目的地 這司機他自己熟悉的那種經驗 拿來打達到目的 然後 所以說 那時候的生命主理老師 他是說 國父從此得到一個啟發 就是說人民 可以可以說 這個 人民可以解決 可以說這個政府的權利 那就是說 人民可以監督 但是不能夠干預說 怎麼做 政府 反正就是說 人民給政府一個目標 但他不能干預說 怎麼怎麼做 可是我想可能就是因為 孫中山他這個思想 導致今天這種 後果 就是說 一 一旦 這個 這個政府齁 要的東西 其實和人民不太一樣的事 啊 你又說不能干預說 政府怎麼做 那這個 就很奇怪 所以說 我覺得 就是剛剛 張惠學者有講到就是說 就是關於說 政黨的決策 沒有 受到人民 授權 形成畢視政治 那我有點想 放棄說 台灣的現況是怎樣 那國外 國外對於說 那個政黨 政黨他們的那個 決策和人民 要如果做到干涉 如果說做到說 監控說 政黨沒有說 沒有說因為他們執政了 然後可以透過國家 機器 或是說什麼機制 來告訴今天這樣的東西出來 大概是這樣 然後 剛剛也有講到說 有沒有大法官 就是說 當國家現在發生危機的事 會有大法官出來 說 解釋 那如果說大法官解釋錯誤 當然人民 當時有沒有什麼機制 可以去推翻大法官的解釋 先回答一個 我剛才第一個問題是說 雙手展示的問題 那 目前其實我們現法看不出來 是雙手展示 所以學者自己斷定義 有的說是超級大的原本字 那有的說現法原本原意 是這個原本字 所以它的亂七八糟的結果就是 現在 把總統做做事 就不管哪一個總統做做事 都會叫行政院這樣複製 他的權責是不相符的 真正的決策會在總統本身 那因為 我覺得台灣的現況 我們受到華人文化的影響 是蠻嚴重的 也就是說 大家選出總統之後 你會期待他是一個英明生物 可以 可以 統領 領導統律 把國家治理得很好 那在這樣的一個文化的結構之下 也許你乾脆就把它秀成總統制 如果修憲 那就敢於敢皇帝主 這個 這個就當然不可能走向 獨裁的方向 但是如果在民主方向 美國的總統制 也許未來有機會修憲 至少權責要降服 不能說 每次出事就這樣 我們背給過 那這個事情就不允許 那剛剛談到 有關於監聽的部分 剛好陳律師他正用 法務部相關的數據 他統計出來說 平均台灣每年 有150萬人次被監聽 那這個被監 他為什麼能統計到 150萬人次 是因為 譬如說監聽你 那你會聯絡十幾個人 那所以 每個人的對話都可以 所以他的統計數據 是這樣子算起來 那他裡面比較嚴重的一個問題 在於說 法官在合法監聽票 他的法官是相當的低的 也就是說他有七成還八成都遵循 那我們知道說 其實法官應該正在 保障人民 秘密通訊自由 先把這個基本權的立場 來做思考 而不是說 你就去倡議 因為法官很忙 然後這種重來申請監聽票 他可能就隨便就准了 那隨便就准了 其實會讓憲法第十二條 就是秘密通訊自由跟假的一樣 跟空談一樣 人民的這個部分 不受到保障了 隨便來就准了 那而且人民根本 監聽他其實因為具有秘密性 所以你根本不會知道 他有沒有在監聽 據 呃 宏仲秋案來講 宏家的意思就是 他在這裡被監聽 那於是 宏舅舅就當著馬英九的面 跟他講說我家被監聽 那隔天 台中市警察局 就去他家 就是什麼 偵測 然後 搞了半天跟你說 沒有沒有其他訊號 應該是沒有監聽 那真的沒有監聽嗎 監聽他不會 以前舊的技術會把監聽的器材 放在你家 藏在哪裡 可是現在是直接 你手機就被掛線 那掛線是直接從 那個基地牌 或者是 他們的技術上的操作 甚至現在聽說更嚴密的是說 他的監聽是完全不會有雜音 也不會有回音的 現在已經做到這麼警細了 那這個人民根本無從發現 所以法官在這個部分的法官 就必須相當的嚴格 就不能說 只要檢察官檢警來申請 都隨便放掉 那人民的秘密通訊自由 就是跟假的一樣 那 以上 跟各位 因為我還有事情 所以先離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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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請 謝謝 謝謝 我 我可以 我 沒有 站著有 都會忘記 我 我試著就是說 因為剛才 梁老師還有另外 這位先生的發言 就是我都接得到政黨 跟這個 憲政體制的關係 所以我試著 先講說 在 比如說在美國 這個情況會怎麼樣 我們都知道 美國三權分立 然後他是第一個 世界上 就是近代的第一個成本憲法 那 問題就在於說 美國 美國人崇拜他們的資金 但他們都是憲政 就是說 他們沒有想到一件事 就是說 政治的運作是需要政黨 甚至他們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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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黨 的運作 你那個 三權分立 其實美國也不只有三權 他要非常多 一米機關 真的要算是 有多 我的意思就是說 古典的權力分立 他 基本上他沒有考慮到 甚至他提到民視政黨 但是我們現在的民主政治 又需要 政黨政治的運作 所以這中間要怎麼樣去 磨合 連結起來 讓他這個權力分立制度 又可以運作 又不會 因此 因為政黨的關係 就變成說 那個權力分立是假 那個分級都沒有 其實我們就是政黨極權國家 這個要分清楚 就是說我們要哪裏的那個分順 你說在美國 兩黨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民主黨 共和黨 做總統 因為他們 他們其實 實際的運作 又更細 他會說 它是 Presidential Party 跟Congressional Party 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會知道 Congress 跟他有美國兩院 所以他有 Congressional 他有那個 他有 Congressional Democrats 還有包括 House Democrats 跟 參議院的民主黨 參議院的共和黨 那個黨 都是各自獨立 都各自運作 總統可以 總統 我們整理有 總統 那種紅線 是要劃在說 總統可不可以 兼黨主席 總統後來 會覺得 沒有這樣的話 就是說 就算他不兼黨主席 他還是一個實質的 政黨領袖 他還是一個 一個 political leader 就是你很難 就是說 因為他不是兼黨主席 他就 比如說在美國那個党主席 你知道現在 民主黨當主席是誰嗎 我也不知道 那你說民主黨領袖是誰 就歐巴馬 對不對 那歐巴馬 他會不會去 跟那個 這個 他們家眾議院 少數黨的黨 民主黨的黨團說 欸 我很討厭這個某某人 你不要讓他 當他的speak 那個 當你的黨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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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總統 改這樣做的 就是說 他們都很清楚說 我雖然政黨很重要 要我們那個 要有partisanship 就是要有那個政黨的身分 但是他們那個 國會議員都很驕傲說 欸 可是我也是 國會議員欸 我也是眾議員 我也是參議員 我有那個institutional ID 我不是只有partisanship 我不是只有一個party ID 我的身分 不是被這個政黨定義過 我還是國會議員欸 所以他們很重視這個東西 所以 沒有錯就是說 總統他身上 他也都會盡量再參與 立法的程序 他可以 拜託 立法院提案 但他唯一的工具就是persuasion 就是說服 所以我們講說 通常講回台灣 不好意思 跳好快 我們都講政黨政治 可是那個政黨 在美國理解跟台灣理解 真的很不一樣 台灣是 就是我們常常說外造政黨 一個列寧式的政黨 變成說我們的黨主席 其實變得可以管到 立法院的事情 那這就 就在權力分立的時候 它變得會比較危險一點 所以這個分際的拿捏 我們覺得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 要不要去處理的問題 兩種事情 剛剛有提到那個 雙手掌制的問題 其實 之前法191看上來的時候 他希望他有一些紅線的保護 就是說他也許希望他在行政權的那一步 行政權那邊總統之間是有一些分控 是因為有接見 他要做二線總統 希望那個 大家比較容易講 二線總統 後來 對後來發現說 沒有 所以 所以在行政權內 不要這樣切割 確實都會有 是有困難 所以 這其實牽涉到就是說 整個政府體制 但其實不管再怎麼切割 或者再怎麼談 那個行政權要去侵犯到一個立法權最核心的思想 那個都是 都是很嚴重 都很難以想像的事情 我們現在看到那個江儀化院長他說 他只是因為 據他說這部媒體誤解他的意思 讓他以為說他在說 我們已經想好沒有我們金平的立法院 這樣子立法委員都已經不讓他去報告 都很生氣 那現在 同樣是總統 都已經把你的院長的資格都拔掉 我不曉得他們立法委員會不會這麼想 那就是同樣的道 那至於說那個 這位朋友提到那個大法官 其實那個 不好意思 我真的也不知道 大法官真的會做錯一些事啊 但是他就可能經過時間 我們可能就變成要修憲 他自建 也許過了十年 二十年到了 那要改變主義了 這個真的要改變過來 所以 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說 我們沒有的 就是沒有一個人是 永遠沒有錯誤的 我們只能夠說 所以我們有一個說話 民主有點像是一個政治實驗 不斷的政治實驗 就是說我們 我們不要怕錯誤 你要在那個錯誤中學習 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做 我們講的都一定是是對 但是我們就必須要不斷的 公開來 跟大家來討論 來檢驗嘛 那我們在 就是我們 我們不要怕錯誤 但是重點是 我們只能在錯誤中 覺醒 然後有一個更進步的一個發展 好 謝謝 那 所以我是剛才做了 很清楚的這個補充 不知道各位 如果有進步的問題 要問 好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我們先收集 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第四個問題 好 那我們先請第一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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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做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個 在美國 這個 議員的鐵蒜子 東主席來鐵蒜 還是 上海鐵蒜 因為 台灣主要 他的東主席來鐵蒜 就是 控制鐵蒜 人的名字 主要是 這個東主席就是 好 就要 正面來算 我的經典 來配合 我不能聽你講 保養 是不是這樣 所以 謝謝 好 第一個問題 好 大家 剛才聽 因為 先生 主題 我 有事件嗎 剛才說 你這樣說 你 心動 我們 站在法將的立場 在看這件事情 我想 都在幫 中國國民黨 在講話 在替他設想 但是今天我們看到 這個國民黨 自己玩出來 這個政治鬥爭 我想要說說 跳脫這個法將的思維 到底 王清廷講的 我永遠是中華民 中國 國民黨的黨員 這件事情 經過這次政戰 突顯出來之後 所謂的台灣人 到底 得到了什麼利益 經過這場 國民黨所演出來的戲 台灣人得到什麼利益 我一直 一直看不到有人在論述這個 因為 王清廷講得很清楚 你馬鈴球擠什麼 對不對 到最後 你要的東西都有了 只是時間快範的問題 對不對 但是這時間快範之後 台灣人得到了什麼利益 這個問題 我一直就說 是不是應該跳脫 掌將的範圍來思考 蘇錢 不曉得 這個面上的問題 是否能夠 聽聽你的意見 好 第三位 可以 你看到這 屋庭的問題 真的十四步 他每次都沒有安排他出牌 就是說那個 那個 台中的 那個 那個 政府的感覺 他開始 到廟裡 說 那個 那個 那個人十七年 都叫他 那 有些人說 有些人說 那個人說 叫法律 有些法律 就被那些 強權 給你 把你押兩隊 人家是說這個 那個 佛師 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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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 不是 我是說 這個王金兵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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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要跟你說 到時候 還不知道出選問題 所以 我們講了一大堆的 那個 那個 都很好 但是有一個 無形的黑手 就把你擋住 這是我們最充分 那我思想是不是 我們 要長期 做一個 民主政治 是不是要考慮到 這些 我們 每天一起來 那什麼是 我們選舉 選舉以後 那什麼 這些人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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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完 那一完 那個 又找得 對不對 你說 你是不是記住 你說 你是不是如果不去 都不可能 所以 可以 這個問題 是我們的可能性 所以我考慮 說 從地方自治開始 我們要考慮到 人民再不去管 我們 公眾社會主題 因為我們老百姓完全沒有權利 我們要從這個方面去思考 什麼叫地方自知 結果我一查出來說 地方自知是怎樣的 我們老百姓說 新北市來說 四百萬的人 地方自知的權利只有一個人 就是朱立倫 四百萬的人都沒有跟你 我們老百姓比較緊張 所以我們是說是要慢慢的如何去 從抵抗自知 還有美國老百姓說 強勢民主的四百萬 還有就是進步的代理 民主之外面這三個好好去考慮說 如果這段時間慢慢的打到一個 真正民主就是有生活方式 但是我們現在覺得說 跟我們的生活方式完全背離了 你如果用一個老小的就要害人 好 謝謝您 來 我們第四個問題 後面有那位先生 然後我想要一個問一個問題 就是我以前高二的時候 就是在上課的時候有教到 內格制跟中文制這個部分 然後 那時候老師上課 那時候其實我們很驚訝 老師上課的想說 欸 那時候我根本就還不知道說 格魁 就是內格這個國家格魁 可以兼任 就是格魁 然後他是立法院的那個 國會的理想 是這樣 就是 國會覺得大多數的 他是 喔 不對 不好意思 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叫做 那個多數黨的黨會 他可以 他就是 就是出現 然後就接任那個 手相 手相 對 不好意思 我一直忘記 對 然後 然後 對 我那時候就很驚訝 說 欸 那他這樣子 不會就是 獨大或是就是那個 就是權力過度集中啊 然後 對照 然後那時候我就看我們 就是我們國家 我們國家的現狀 這樣子 我那時候覺得我們國家的 比他們的制度好多 因為我覺得我們這樣立法行政分開 可能不會過度集中 可是現在 發生這種事情之後 然後我又 反思 到底 他們為什麼 不會過度集中 在我眼中 他們 在以前的我眼中 他們反而會過度集中 那為什麼現在反而是我 可能是 可能是 過於很大 然後他們其實是不會 就是 對 然後這是很政治性的問題 對 其實 原來一直有回規 好 那 那我們先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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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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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同學就提到就是憲政體制內閣制跟總統制的設計的這個豪華選擇 對我們好像很古典的一個問題 那我想希望如果今天我們至少跟大家可能很多問題來 還有不同的意見或不同的想法沒有關係 但是可能有一個人也要帶回家就是說 也許我們以後要談憲政體制就不能夠把政黨這個因素捕獵掉 總統制不是就一種總統制 要看你的那個政黨體系是怎麼樣 就會產生不同的總統制的運作 半總統制也是 那類格制也不是就一種類格制 要看你的這個國家的政黨體系 你如果是兩黨像英國小英國是另外一批 傳統的這個Westminster就是他們這個傳統的英國的這個 有比較穩定的兩黨 那就會是一個比較多數 比較平常多數型的一個政治 政治形態 那如果這個政黨是比較多黨的體系 你會看到歐洲很多國家就會有聯合政府 聯合政府運作就會跟那個 你說那個黨魁當首相很大 那種類格制就很不一樣 所以一個一個就是有很多這個好的政治學教育 他們就會做進一步的一個討論 就會有興趣可以再去看一下 那有一個朋友謝謝就是說 我們今天可能講會 我是 不好意思 我講會比較理論一點 我從一個比較憲政的角度 憲政的觀點 你說台灣人的好處在哪裡 有時候因為 再怎麼講 他也是我們的總統 他也是我們的立法院長 那不是國民黨自己的家務士 他要怎麼鬥是他的事情 但是他是用國家的名氣 國家的攻擊在鬥 他鬥得好 誰鬥出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真的也不需要去挺王或挺馬 但是我們重點就是說 這個對我們 不一定是有好處 搞不好是對我們來說 是有壞處的 我們有危機啊 如果說今天這個總統 他就因此收編了立法院 要立法院成為一個橡皮土長 他要做什麼 他就做什麼 接下來有服貿協議 有核實公投 他可以控制啊 他跟他的黨籍委員 你看你不接受我的下場 就是不服從我的下場 會是什麼 他說他有更強的這個 就算他的民調很低 但是他可以勇往直前 你覺得這對台灣有好處嗎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確實就是說 我們今天是很少談到這些 實際政治上的效應影響 但是那個確實 那個各位如果是 那可能是一個更重要的事情 但是可能就是各位 自己的政治判斷的東西 也不需要我跟大家來講 就是跟大家可以 都會有一定的觀察 那我可以把這個 簡單的觀察跟大家報告這樣 我們表定是到九點半 還有一點時間 再開放兩個問題 有沒有 好 好 三位 一個 一個 第三個 然後請 把握時間 用時間隨身 你好 老師先生先生 我覺得兩個問題 就是那個老師剛剛有提到的就是說 我們你知道在這個 憲法在一個成長的 憲政在成長的過程 所以碰到一些狀況 然後去修憲 就是解釋啊什麼 就是一個 一個動態的過程 那我在想說 是因為我們 開始實施憲政沒有多久 所以會有這個年輕的過程嗎 每個憲政國家都會經歷這個年輕 就是年輕需要常適憲的過程嗎 還是說其實我們本來憲法就定人不好 所以說常常會需要碰到 常常會碰到憲政危機 是因為我們本來那個憲法 就定人不好 容易又碰到危機 還是說這是一個必經之路 一個初起步的民主國家一定必經的過程 這樣子 那會不會說我們在 重新自憲 還是說修 不知道怎麼修 要自憲才能夠解決這個 就我們常常會碰到憲政危機 的這個問題 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網路上有看到一句話 就是說那個司法 猶如皇后的徵操布羅華儀 那開始他就調侃了說 那但是因為我們 國王常常犯人 所以皇后的徵操 雖然說布羅華儀 但是我們國王常常犯人 這樣子 那 那我 我還要問的問題是說 就是 嗯 老師剛剛有提到說 就是我們很政治司法的話 我們還最後要 要有一個司法的仲裁這樣子 那 我想說 呃 老師有提到說 我們視線 或是剛好 我們跟李律師一直提到說 我們潛力怎麼判 什麼樣子 但是就我的一些 呃 呃 就是學習的話 其實台灣不是一個很遵守習慣法的一個地方嘛 法官他的自主才能權非常大 潛力怎麼判 他不一定要怎麼判 但是他判的就是帥 那這樣子的話 所以我們就算潛力是怎麼樣 對於我們非習慣法的國家 是不是還是一個 就是司法的這個方面 我們真的可以去信任他嗎 那習慣法要怎麼 就是習慣法的這種東西 可以 我們可以引用嗎 還是說我們 不引用的 會 讓法官自財安全很大 是不是也是一個問題 這樣子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台灣 不過因為跟阿凱一樣 我們經歷過小學的時候 在學校裡面講台語 必須要被發情人的一代 那我的台語非常的爛 所以我只能用作文發言 我一直很想請教在座的各位信心情 請教 Internationally Famous Love and Mom 請教你每一次在 總統大選的時候 為了要完成馬 然後你生日理智 你動用了多少 中華國 中國國民黨的 黨成 去 向社會底層的人收購 水票呢 我想知道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 這件事情非常地好吃 好 謝謝 然後第三個問題 那我的業務就是 我想強調的事情 是不是問題 是我剛剛說的一個消息 就是那個 劉曆章祐局的領堂 那今天晚上被那個 被開單 就是違反機會遊行法 然後被開單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說 就是前天有學生去 總統管理噴起康也這件事情 就是後續有收到消息 就是學生會有很多學生被寒送 而不是當場代表的遺送 可是因為我當場代表 我現在人常跳 所以他們經常是沒有詢問 你的身份真好嗎 因為我們是快閃的行動 所以它其實是看臉針對性的 針對性的我認識你 我挑但是那個行政程序上面 是完全值不標準的 可是這個東西 在我的抗爭上來講的話 這是一個很常見的事情 所以其實已經我在 我對台灣的影響 已經不是宣政主義的一個危機 而是我們現在還是法治社會嗎 其實我到現在 我們還是民主社會嘛 其實我內心對台灣的疑問 其實是一定到了最底的底線 然後再來是說 除了體制內的抗爭 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再來一部分是說 我對體制外的抗爭 因為這塊是我比較有在參與的 其實以前的生育團體很少 對政爭有一些參與 或者是有些人回憶 反而是戰爭開始的 然後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的生育界是 我們可以放颱風架 其實這個政爭很像颱風 然後滾過去 然後版面全部都沒有了 然後生育界就可以放架 以前的 以前的 那生育界對於政爭的 面對方式是這樣子 但是這次不是 這次是全關聯發起 然後又還要聯合其他的生育團體 我們一起來對這個政爭 採取一些很全面性很連線的一個回應 所以其實是整個社育界 也要對政爭的這件事情 會有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一個對政府的一個抗議的行動 所以是整個台灣已經到 不只是收入跟積水 或是生活條件的 退回到20年前 我們連社會運動 我們連社會全部都往後 退回了1980年代 那個抗爭的狀況 所以其實像跟大家強調就是說 但我的感覺來講 台灣已經不是所謂的 所謂的那種危機或是什麼 而是我們是民主法制的社會嗎 這是我最後的疑問吧 那一位 謝謝 謝謝 就是都是非常非常困難的問題 可能真的也能夠很尖端 很充分的原因 自限 解釋憲法 視線 就是憲法法人的裁判 或者憲法政治 這個動態的部分其實是蠻複雜的 嗯 這個 可能沒辦法 很抱歉 今天可能沒辦法講得很清楚 只是你要去想一下 就是台灣是一個新型民主國家 我們的民主 1992 看算到現在大概21年了 但我們憲法幾歲 我們其實已經有相當公分 我們雖然90年代有很多修憲 但是很多的憲法就是更早 1947年的時候制定 所以你覺得我們想是老還是年輕子 我不曉得該怎麼講 所以 但是這個講得很重要 就是時間是很重要 但是而且就是說 你要怎麼樣讓這個憲法 不是只有 我們有一個表達的方法就是說 叫Parchment and politics 就是說 那個美國憲法是寫在洋名詞上 寫在上面 他說這個是美國憲法 所以 所以他就會自動產生效益嗎 你就會去遵循他嗎 所以重點不是寫在那個文本上 或是寫出來的東西 而是說那個 整個憲政的文化運作 大家有沒有 這個政治的參與者 有沒有願意去追求憲政民主 司法改革保險這個也沒辦法去談 包括那個黨產還有那個會選 如果你這個可能都 都要講 就可能就講過了 那我要講最後就是說 剛才那個 那個 那個最後一位 最後一位朋友 台灣到底現在還是不是 一個民主國家 我是其實 我是其實希望就是說 要 要 希望你不要失望 或者說你要給你一些鼓勵 但是我也可以了解說 你會有這樣子的一種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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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心情 但是 在美國 之前有一個過世的法學家 叫做 羅倫德沃基 很有名的 他寫過一本書說 這個 Is democracy possibl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America Is democracy possible in America 民主在美國是不是可能 民主不是一個 好像說 一個確定的狀態 我們擁有 它是要不斷去追尋 那這個 這個 我們這個社會真的也 也很謝謝你們 這個熱情 去守護你們的價值 你們可能會 就是會 這個 有很多的挫折 但是就是 希望就是說 你們 有 保持這個熱情 保持希望 這個社會永遠是不完美 民主 民主永遠沒有辦法說 定了 就定了 然後就 以後就獲得快樂的 沒有 我們永遠都會有 各種的挑戰 這個就需要大家 一起來用力 好 我們一起 謝謝蘇 蘇教授 謝謝你 謝謝 當然 我們今天 大家討論的這個 我們知道 其實台灣是個 充滿很多危機的狀態 但是我們也沒有悲觀的權力 就是我們在不同的角落裡面 OK 我們都盡自己的努力 OK 盡量的讓台灣 會是一個 民主的生活方式 它不是一個 死的東西 但是我們是 不斷的去實踐 那 今天就謝謝各位參與 謝謝各位 謝謝 好 這樣 謝謝大家 然後我現在先 預告一下下個 給大家講 我們這次 請到 羅夫全 有沒有聽我 這個羅夫全呢 他其實在台灣 比較容易是處理代表的 他曾經在聯合國 擔任長達37年的 一個台灣人當 聯合國官員 在開發中心的主任 然後一直到 到 到 那個 那個研究所 聯合國大學 研究所的副所長 然後 天下 很特別 天下幫他出了一本書 叫 龍丁少年走天下 那當然我們不會用同樣的書名 但是我們會用另外一個方式來 討論一下一個 一個 一個 具有 我們常常會把 本土化跟國際化把它對立起來 可是他剛好是一個最本土化 一個最國際化的人 因為 是 台灣走不進的聯合國 其實有跟台灣人走進去 所以他當時也是 雖然他在羅民黨的時代 是黑皮蛋 可是他在每個地方 他可以到每個國家去 去高商路的開發 也包含1986年 中國在改革開發之前 提供給中國的一些 依照聯合國官員提供給 中國的建議 等等這些 所以很歡迎下個禮拜 打來一談 那語談呢 我們請到另外一個 是林詠 詩人 來做一個語談 除了 因為有時候 作者不好意思講他自己 很好 自己講自己好很奇怪 所以我們需要另外一個來講他 那當然我會補充 說這個 談一下他的東西 那當然也歡迎大家去談 他的 那個 他的遊歷的世界 以及在遊歷這麼多的世界 為什麼還有一個 他會完成的台灣夢 就非常歡迎大家下禮拜過來 今天這個星期五 可能就十點半 我們就要跟著咖啡館結束 讓他好好的去避開台風 然後現在風雨還沒有很大 所以要回家的朋友盡早 好的 那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